真闺蜜不只能撞衫 还能撞粉丝肩撞脸 最近谢娜出席自己产后付出的第一波活动 一身粉色小滑蛋糕裙 少女心十足 为了保暖还特意在凉鞋里穿了袜子 气质虽然有点另类 但健康一百分也是值得每个新妈妈学习的 然而这样的美娜竟然一下车 就被粉丝小哥恶搞 震耳欲聋的呼唤赵丽颖也是神操作了 这么皮的粉丝让娜娜一边偷笑一边回头 送上一记手指沙 故意喊二弟赵丽颖的名字 成功引起了爱豆的注意 新技能其他粉丝get到了吗 这场面怕是赵丽颖本人看了 都要来帮大哥信纳出头 打这个皮出新境界的小哥 而妮娜姐今天也在微博机智回应 晒出一波和二弟赵丽颖的合照 差不多的造型同色的服装 让粉丝越看越迷茫 彻底分不清谁是谁了 前脚才被粉丝恶搞 后脚上了台就开始整鼓起主持人 同行何必为难同行 当了妈妈的娜姐 综艺感也是有增无减 越来越疲了 毕竟有杰哥这样的老公 360度贴心照顾 娜娜负责开心幸福就好 昨天是娜娜当了妈妈的第一个生日 杰哥就在微博晒出夫妻俩的合照 一个看着老婆一脸宠溺 一个孩子一样俏皮傲娇 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